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权力决定谁来做这件事情 谁不能做这件事情 他实际上就是做这个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 他决定生态什么 让谁来生态 让生态和怎么分配 让谁来生态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就是执行的过程 其实就是扣护 当决定人要做一排比较 过去我们讲说 社会主义制度是没有等级式的 有没有呢 其实是有的 我们大家很简单的说 他拿什么来规定这个等级式 你和他们说的很好听 社会主义制度是 他们认领了多少 安娜很自信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两大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城里边的再分一个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早上你们在那里开幕式 我们在那里变了嘉宾 变了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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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特权代理就多 你的级别低 你想的特权代理就少 是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好 一旦你要是变成农民 你是农村人 那你就永远低于城里的一等 因为你改变不了 你农民的这个命运 那么因此我们讲的 这就是中国社会里 粗汉有没有等级 有等级 这就是我们先把城里人 和农村人划分 城里人在分两半 两半等级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什么 政治建议 这个等级 城里面和农村都有 这就是我们从前面开始 主起的地主赋能 什么镇压反革命 什么右派 这些人 他们的子女后代 都叫黑戏类 黑武类 这就是政治建议 中国社会是有的 政治建议 不管在城里 在农村都有 他们是属于社会 最底层最底层的 在农村里边 如果你说你是一个 普通农民 对 你和城里工人比 你没得比 你就要想办法 把你的孩子 尽量的就供他们上大学 努力的考进大学 然后你就变成城里人 你可以通过 政府兼配工作 是吧 然后呢 你当兵 你提个干部了 然后你又变成了城里人 他唯一的 能够变成城里人 就是这一点 那么你在农村 说我成分好 叫贫下工赌 但是你经济上 你的生活是非常贫困的 但你下面还有人 替你建议 谁在给你建议呢 就是我们过去讲的 政治建议 地主富农的 这种所谓 这种右派的 这些人的海 他们就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的人 他们是意识到了文革 结束以后 胡耀邦的这个平反 原来讲出案以后 才开始有所就改善 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成绩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中国社会 有没有等级的有段 那么这种等级 我们讲说 它是怎么来执行的 就是拿什么来控制 控制你的生活 就是拿户口本 拿票证纸来控制你 很多年轻人没见过票 付票 粮票 油票 就是我们讲的油票 就是你可以买油 然后糖票 就是你家里面烧菜 或者喝水 要放点糖 有糖票 盐票 这些都有票的 年纪大的人 大家都看到 这些票 包括我们是用过量票 用过付票 用过那个什么的 这些票 只有呢 只有城市里的人用 农民没有农票 他就没有票票 他就没办法出院了 为什么五十年代的三年大饥荒 就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 三年大饥荒 那么死的几千万人 农民居然就没有能造反 甚至连消息都能夺夺了 他出不了远门 因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 他要想写封信 告诉外面的人 我们在了 已经饿死多少人 好 只要把乡村的油局所死 就是这些信检查 不让把这些信寄出去 你就不知道 那个地方饿死了人 然后在农民互相之间 又不能差 因为他没有粮票 他出去没有粮票 他就 你自己带个甘粮 你能够带几千的甘粮吧 你能带几千的甘粮 你到城里边要住宿啊 住宿你没有户口馆啊 没有户口馆 你就没有证明你啊 所以你就没的地方可住 你没的地方可吃 你说你能在 你能走多远吧 因此我们家在那个时候 三年大西方 恶出几千万人 从中国社会还能保持稳定 就是说还没有闹起算来 为什么 就是因为 粮票 油票 这些票 这种户口馆 没有 农民被捆在土地上 离不开土地的奴隶 所以中国社会的稳定 是这么稳定的 农民就变成了农民不治 那么城里人同样是这样的 你的粮票 油票 和这些东西 用完了你就没了 你要表现不好 克服一点这些东西 你家就得挨饿 因此你就得老老实实的 听着当官的腰痕 所以我们讲 其实就是拿这些票证 掌握了所有人的命运 这就是计划 这就是计划 这就是数字 把你们都捆在这个土地上 都捆成了国家 这个政府的努力 坦率地讲 我曾经在过去讲过 去年我在他们采访中 我讲过 说我是有原罪的 什么叫原罪 因为我们的爹妈 当初是参加共产党 所以他们后来就成了干部 成了干部 我们就成了特权阶层 成了特权阶层有什么好处呢 就除了你享受一般的居民的 那种的付票 油票 两票以外 你还有这个根据级别 带去分给你的 其他的副市场的补助 这些东西 你都是有可能有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级别越高的人 他特供的东西就越多 所以我们所谓想的 友谊商店 不关于是北京友谊商店 还是上海的友谊商店 但计划经济时代 就是特供商店 就是你特供 特殊商品 你家握手 我也可以跟你们 这么说 就是 我再来说一个例子 我自己曾经当过兵 然后我们部内 就是急行军 半夜 我们就是走白天开始 就一直走到晚上 一夜 就是不停 怎么解决吃饭问题 才发那个干粮 就是我们讲的例子 就压缩品分 好 我自己在一边走 一边觉得 那个背景就不舒服了 我就把这个压缩品分 抛出来去吃 然后我旁边有一个 我的女儿好朋友 他就看我老在那脚 他问我 他说 饿是什么 滋味 他问我 什么叫饿 饿是什么感觉 我以为他在讽刺我 不过你想吃 你就自己把 压缩品分 抛在1930年 跑来讽刺我 干什么 他一看我发火了 他就不说话 他就走了 好 到了第二天 我们行经就是说 到了一个目的地 不是接着收银吗 收银的时候 他就跑过来 他说 你不生气了吧 他我真的 他说 我真的不是讽刺你 他我看你吃那么香 他我肚子在疼 我不知道那个疼 是不是就是饿 所以我跑来问你 好 我后来 回到家探亲的时候 我就把这一段 我们那个野营拉链的事情 就告诉我父亲 因为我父亲是个老君子 我就跟他讲了这么大故事 结果我父亲太了口气 他说你们这些孩子 长到那么大 都不知道什么叫恶 说恶的之味 没享受过呀 就是你们没享受过恶的之味 所以我就讲了 为什么说我们是有原罪的 就是因为当中国 几千万人在饿死的时候 我们居然不知道 什么叫恶 所以我我我举这个例子去讲 所以中国的特权 不是不存在的 是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我自己 现在要想到这些问题的 我经常觉得就是 我们自己不出来反共 我觉得就没有人 就是这个天里良心过不去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自己是会经常想到这些问题 就讲这些情况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计划经济 你看到它是一个经济吧 不是 你看它是数字吧 不是 它是什么 它是人的命运 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 有可能你活得好 有可能你就会饿死了 所以我们讲 不要把计划经济 四个字的探认是 经济概念 不是的 它是极权制度 它是极权制度 所以我要把计划经济 和公有的这个话 要讲到多一点 给大家 好 我们接着讲 不产阶级的整理 这个我想现在 就不用太多的讲 大家知道什么叫 不产阶级的整理 这个想专政就是告诉你没有民主 就是我说了算 我说你是敌人就是敌人 我说你是犯罪本 你就是犯罪本的 因此专政是没有法律可言的 他想哪里等等 他就可以哪里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 签算的对任志强的这个距离 对于森大陆的迫害 对于这个我的好朋友 就是给肖南的迫害 都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词 我觉得都已经不讲了 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讲 大家都能理解的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 集权暴政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我想不讲好 党多领导这个词 也可以不讲了 所谓坚持党的领导 他还要讲就党领导一切 其实就是我垄断一切 我控制一切权利 我的就是我把国家 垄断在我的手里面 你们谁都别想来给我分权 所以我们讲 什么叫社会主义制度 什么叫计划经济 他们这些政治正确的口号 实质是什么 实质就是以社会主义 听起来好像是很好的一个口号 建立的是把中国人民 重新变成奴隶的这么一个制度 因此中国的这个集权制度 其实是和希特勒的那个制度 是一样的 而且希特勒的那个制度 还要野蛮 还要野蛮 所以我今天早晨在拍公司的时候 我想说我们在49年以后 说起来叫70年的和平 没有打仗 1900年到1949年 这个50年的时间是老在打仗 但是我们在70年 1949年以后的70多年 我们死的人 中国民众老百姓死的人口 数倍于 在真年代死的人口 为什么 而大家还没有这种反抗的努力 为什么 就是因为计划经济的错证 所以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集权统治 所以我想跟大家就先说这么多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讨论到罗再接着说 好吧 我的发言先到这 谢谢大家 蔡老师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有幸 听到您的这个分析 目前的我们这个房间 已经来了有542个人 更多人可能还是在路上中间 收回来更多人 我就想 刚才我把一些讲说话的朋友 躲下去了 为什么人也有听众调说 就是 呃 台湾那些speaker 计划上有一些部落的一些人 就是这个呢 我们今天为了蔡老师 表示呃 特别的那个真正和敬意啊 我想今天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就是我会开放一个个开放人 啊来提问 提问之后呢 就回到啊 正中期 那么我首先在大家 呃 举上这些人 我想蔡老师提一个 小的问题啊 我想就是说蔡老师 您 本人 能不能结合你个人的那个成长的 精密啊 来聊一聊你这个体制的觉醒 和反思啊 那么 都在您的 呃 亲友啊 中间啊 您的这个阶层中间 您是一个特例呢 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啊 有请 呃 想请教蔡老师 呃 呃 把华同交给您 呃 呃 好 我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 其实我自己是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这个体制是没有深刻认识的 是没有这个认识的 你可以觉得这个概括好 那个概括不好 你可能对人里会有感觉 但你这个制度里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 那么嗯 我我我这么说吧 就是说嗯 首先这个制度 共产党眼里是没有人的 跟大家先说这句话 它用的是偷向概念 动不动就是人民阶级 国家民主 这种概念 它是没有具体认识的 因此在共产党的很多的 这个认识当中 它是没有 人这个概念 它就不存在人道具体的这个体面 这个价值里面是不存在的 那么引起我自己思考的 就是最开始引起我的思考 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文革的中间 呃 很多人上山下乡了 我可以说 我就是一个特权 特权是什么 一天都没有下乡 我去当兵去了 那个时候呢 就是呃 干部的小孩到部队去 总比到农村去 要要要好得多吧 但是到了部队以后呢 我是管图书的 然后我自己又喜欢读书 在那个时候呢 读了一批 就是那些的 我们叫灰皮书 包括就是呃 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 一些个经典的呃 小说 就是《悲惨世界》啊 这个《红与黑》啊 那个《基督山波节》啊 这些东西啊 实际上那个时候呢 就是内部书籍 这些东西它还是有的 读了那些书以后 我自己是作为一个 人道主席的这种 这种情节 人人文关怀的情节 就是这些个书 给我灌输的 我反正就受了个影响 就是每个人 你不要看他的口号 你先看这个人活的好不好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这种命运很悲惨 你就会出发 那你会想很多东西 包括就是那个前苏联的那个小说 十一三队 前苏联小说 牛蒙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 牛蒙就是 他最后打碎 那个神盘出走了 从此以后 他就从一个纯正少年 变成一个革命者 就是牛蒙这个小说 像这些小说 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先讲是这一点 后来以后 就是我自己到了 重复队转业 回来以后到了地方 在地方呢 因为我自己 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 就是读书 所以呢 就很了的书都看 很了的书都看以后呢 就是慢慢的 你就会接触到 基础社会的一些情况 你就开始有所思考 那么我想简单的说呢 就这个过程就太长了 我就不能这么了 8964开箱 对我的震循是很大的 这个震动是什么呢 因为我从小到大 听到的教育就是 人民子弟爱人民 因为我们家是军队的 所以呢 天天都想到人民子弟兵 想到人民子弟兵 怎么可能对人民开枪呢 这件事 我无论如何想不出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了解 已经发生了什么 我当时是在江苏 我们只能看电视啊 你看电视 你就怎么你都没办法 把广场上的学生 当成是反革命暴乱 也无论如何 你都想不到这些 你想不从这些 就是你安个抱子 让我不能接受 所以情感上不接受 六四的这个事情 这给我的震动很大 这个震动只是震动而已 你不会去真正深入的 往里面想 但它会给你的感情上 留下一点痕迹来 就是你会在情感上 在心理上 会留下这种痕迹 然后我觉得在我自己读 硕士和博士的过程当中 因为当时在北京已经经历了 各种各样的解放思想 国外的这种书籍都进来了 所以我自己后来到北京 去读了硕士的时候 我读了一些这类的书籍 然后我自己就是受 西方那种经典评论 可能逐渐有所影响 真正让我思想转变的不是诸文 是我自己的经历 什么经历呢 坦率地讲 共产党骗人 我原来不知道他们在骗人 等我参与了他们的一些工作以后 我才看到的他们真的是骗人 因此呢 我才知道原来指论 在我们看来是那么神圣 那么庄重 在他们不过就是哄人的攻击 他们自己干的事情 是非常灰烈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外交杂志的 就是今年的第一第二期 第一 一月二月商业开展 有我一篇文章 去年的12月初 外交事务杂志上 他就把这个文章挂出去 有英文版有中文版 大家可以去看我那篇东西 我讲了我参与这个央视 就是那个三个代表 那个那个那个理论的那个制作 制作的那个电视片的制作 因为三个代表的提出 实际上说白了讲 大家对三个代表 大家都是次自已迹 很多人都是否定他的 但是恰恰我在那个时候 我认为三个代表 有可能表示中国共产党 意识形态在开始发动改变 他有可能走向社会民主党化 换句话讲 就是他会走向民主社会 他有可能像欧洲的这些个国家的 受民党 所以呢 我倒是非常欢迎这一点 因为我觉得中国应该走向民主 应该搞政治改革 那么当时呢 央视呢 要做这个建党八十周年的电视片 就像现在的对中国共产党 一百周年 也要进行那个进行那个庆他的生日吗 八十周年他也要庆啊 央视就像拍当时的江泽民的马鞋 所以他就把这三个代表的 要做一个 我那样跑到那儿认认真正的去 他做什么呢 做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展观 走向民主政治 结果呢 央视的四个领导 就是四个台长 只看了我五天 就会全部毁力 然后你知道他们对我说的 第一句话是什么 说你知道 请你来做三个代表 电视天师战士科 我给他们回答的是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思考 我说它有可能是中国共产党 在意识形态上发生重大的改变 我们国家可以走向民主政治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宣传好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我就这么跟他说 结果你知道他的一个副台长 对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说 这么讲的叫 八十多年啊 八十大寿啊 他这么说 你在这说什么挑战 困难和困难和考验 我听明白了 他们拿这些东西是要去拍马屁的 提思想全岗学习一样的一个东西 那时候我那时候是江泽民买的 我后来讲我说这一辈子 干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尽量最重的一个写作 但是干的我最轻松 为什么不需要你一封 你就是把这句话 就把它贴过来 或者都有电脑 电脑上就把这句话贴过来 然后呢 再看下面接哪句话 就更合适 就贴过来 然后你就管贴话 就贴成什么样呢 这不就说毛主席 就是文化大学历史 可能很多年轻人没见过 一个所谓的红宝书 就毛主席 没接下来 后来我就跟当时人大的一个 他是做 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 第二就是 就是思想路线的实质 解放思想那块的 觉得与时俱进 他要解释那个问题 我的解释就是党建设 我就去找他 哎我说 我说这东西根本又不需要动脑筋 不就是那个电脑上 就是把这块贴到那块 那块贴到这块 只要改改改改改改 每一个字都不许下的 我说还把我们圈在这个地方 好说好说 当时在八大处 然后我说浪费我那么多时间 跑到这儿来 然后但是这个任务也还不能不完成了 和那个老师就跟我讲他的 悄悄地回去一趟 把你的字都搬过来 想要看你就在这儿看 他要叫你开会你就出现就行了 然后这儿吃得那么好 说住得那么好 然后我们早晨晚上都到八大处去散步 公园这么好的养殖 所以你把猪拔这儿当了二月 我在那儿就看到 共产党的神圣的文件 是怎么出台的 就是这么出台的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让我看到了 他们的骗人 这是一个 然后呢 但是我就像 理论上的欺骗 我看到了 理论变钱 这是我后来也看到的 就是他们 为什么每年都要搞那么多的文件 还要搞那么多的权道学习的材料 你知道没卖掉一本书 他们就可以得多少钱 所以他们把政治学习当成一个什么呢 就我用他们用 我自己后来才知道 就是05-06年 是我知道的这个情况 就他们是制造市场需要 用政治正确来制造 所谓的市场需要 就是每个党支部 都要发学习材料 然后他们来融赚解释的权力 然后他们自己来编写这些书 然后就是印刷发出去 没想到 我当时说 360万的基层党支部 一个党支部 你就算买一本书吧 一本书就算它是十块钱吧 多少钱啊 三千六百万 这个三千六百万 就进了党的机构的口袋里了 然后呢 这个党呢 它是每一个大部门 垄断一部分出版人员 比方我们讲说 政治部 它垄断的就是 党员教育 干部教育的数量 这部分本来应该是中宣部的 但是它就不理中宣部了 这个话我一说 又要说长了 我就不说了 然后呢 中纪委呢 它就管对党的纪力的解释 所以你看 它有方正出版社 然后所以呢 这个中宣部呢 它管是呢 管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 那个道路 方向道路的教育 所以呢 它就管这个全民的 政治思想的灌输 所以呢 中宣部有学习出版社 就是说 然后你就看到 每个大部都有自己的出版社 出版社但是呢 就在它的权利 大为之内 制造它的宣传需要的资料 然后卖下数钱 就是这个部门 就是这个部门 所以我们可以讲的 一个政治党的部门 唐尔堂就在拿着政治口号 来赚钱 然后这个钱赚成是部门的赌 住部门的这个 就是这个资产 其实是变相的剥夺了 全民的这个财富 所以我说这些东西 后来让我看到 原来我说 不光这个是理论 是可以去欺骗别人 理论还可以生钱 就把这些空洞口号 变成他们口袋里面 实实在在的钱 这个东西是 我要不在那个里面 我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 所以以后 从那以后 每年看到他们要搞一个 什么政治学习教育的 总题的时候 我极为反反 我知道这是他们赚钱的机会 这就是我自己在思想上 一点点转过来的 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我看到的这个党的腐败 不是官员个人的腐败 就是贪腐的官员 哪个国家都有 但是一个政党 拿着自己的职任部门的实权 来搞这种 就是你首先看到的机构 后来我才感觉到 整个这个党的一党 这个集权统治 要选国家的领导人的时候 他就绝对不会开放 这个民主竞争写 为什么 他要把这种掌握 在国家里的权力的权力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面 所以就是为了牢固的控制这个国家 控制所有的力量 因此我们讲说 最大的私就是 不肯放国家权力 让人民去公开的进去 他绝对不肯放 所以这个一党的私 我后来主不主不看到的 然后我说 真正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党是 你绝对没办法再容忍下去 什么是什么 就是雷扬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讲到鲁难 刚才就是离开了 鲁难作为人大的校友会的发起者 他对雷扬的这个被害的这个事情 他们人大校友会后来组织发起生命远 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 本来这个事情你说 它就是一个公安部的执行的 就是在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个打死人 你该处理的你就处理 这还不是说 通盘的政治体制改革 你说通盘政治体制改革 很困难 很复杂 你可能就需要有 各方面的权分考虑 你可能动手就比较难 你可能比较慢 但这个就是一个警察执法当中 你就是把别人家帽子 把别人打死 而且还要做一阵 还要去摸 还要去把死者 死在你们手里 还要死了以后 还要跟他戴着就算帽子 你说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情 太不公平了 但是其实我是了解所有情况的 我就不说我为什么会了解所有情况 双方的情况我全了解 就是说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事情 我也听了当时的双方的历史都跟我讲 他们所知道的情况 因此我就说 鲁文的这个雷洋这件事情 让我彻底彻底的放弃了 我觉得这个党 你是不能再改了 所以我后来就写了一段半 这个内段话 后来也是在网上有所流传的 所以从内心来讲 其实就 就后来真正跟共产党的彻底的决定 我觉得从雷洋那个事情 我觉得政治党完全的 怎么讲啊 就是完全的把它抛弃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党是没的可救了 它不光是说 原来还希望就是这个党通过政治改革 自我救情 国家也能够和平的转型 这样的话呢都有好 但是我现在知道这个党不仅仅是自己不救 就是自我救所的机会他们 而且这个党的本身的邪恶 就是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一点一点一点 就好你看到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正常 它就是一个邪恶的一个黑市集团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就是这么过来对吧 我说的太长了 谢谢大家 谢谢蔡佳教授 你先喝一杯茶 喝一杯茶 稍微认识 讲得太好了 那么下面的朋友呢 你们可以举手 举手 那就是我会一个乐的放进来 大家因为有一部分中文的朋友 可能不落回血圈 我们今天为了给蔡老师 表示特别的敬意 现在已经也超过600人 进到我们这个房间 来支持蔡教授 我的理解 现在来支持蔡教授 那么老邀请 好 之前我介绍一下 我来美国 已经有22年了 然后我是在纽约的 首先感谢蔡教授的一个 对于历史的回顾 这一段历史呢 他讲的这些东西呢 我都能够临见 而且我总是有机会 我在这边就首先感谢蔡老师 蔡教授把这些 历史又简单的 复受给我们的重机呢 我非常感谢 第二个我想请问蔡教授 就是说 通过这么长时间 我们在不管在那个 关注美国这边 关注中国这边 感觉到 中国的这个目前的一个 统治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监控 全社会监狱是监控的一个 状况来一样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中国的变革 可能只能是从上到下 而不是从下到上 我想这一点 我不知道蔡教授是什么样的 一个看法 好吧 我就去这个问题 谢谢你 你说的这个从上到下 什么意思 是指望对共产党 自己来改革吗 不是改革 而是政变 我对改革没有任何 从来没有任何期望 这个三四年 或者四十年来 我对共产党 从来没有任何期望 因为它 就像你最后总结的这句话 它不是一个政党 它只是一个 几个人的一个机场 黑社会机场 这点我非常认识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过去我们寄以希望的改革 所谓改革就是想在 这个基本的体制 这个当中进行改造 就叫改革 后来我为什么 去研究变革这个词呢 其实我想讲的这个变革 是我不希望中国社会 因为政治转型 而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冲 中国人不能再经营 那样的血腥的灾难的过程 所以我讲了一个变革 但是你不要指望着 中共互产党作为一个 政务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 它自己来改成可能的了 所以我从于觉得如果从上往下讲到这一点 我认识它没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说这是一点 我觉得它是已经一条道路 到黑 学无反过来的过程 但是作为个人 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它毕竟是九千万人 对吧 九千万党员 它里面中上次的官员当中 有要看得清楚世界大事 明白中国应该怎么办的呢 是有的 我觉得这部分力量不可忽视 就是我也不敢说 就是说这个内部的政变 将会是什么样的 和怎么走 我自己觉得很可能是 几方面的因素合起来 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外部的压力 中国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极权的精致的极权 高科技的监控下 它把每个人都控制得很紫 只要它想监控你 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吧 300 我说我自己是属于24个小时 360度 全方面在它面前是全透明 为什么呢 手机全给它监控了 你住的地方 它都知道你在哪 然后你车一动 它就知道你往哪里去 为什么 它全都给全程伸重 只有我自己被监控 其实我是心里明白的 因此我就说 像我这么一个那什么 我曾经我就说在北京的郊区 我自己在郊区有一个房子 然后呢 我那个房子呢 反正就是我自己吧 没有别的人 就是我们到哪个朋友家 人家家老婆 还有自己大堆的话 那你别的朋友到人家家 就会觉得有居所 要考虑的问题 不就是打扰人家家的生活吗 我自己在郊区的那个房子 就我一个人 然后把大家都到这个地方来讨论 谁也说 谁都不会有居所啊 所以呢 我就觉得好呢 结果好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讲 好 我告诉 我就邀请了那些朋友 如果到我家里来讨论 过了两天了 我们小区的一个邻居 就是说过五一劳度节的时候吧 就是说我们在小区里 就是邻居之间一块儿吃饭 我们就吃饭的时候 有个邻居悄悄地告诉我 哎 你们家四月二十七号 是不是有很多人来啊 我说对啊 我说是朋友啊 我说聊天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那个邻居 并不是在我家楼上楼下 跟我隔小区里边两百里 就是我们整个要多两百里 你想他怎么 我又没告诉他 那么他怎么知道 我们家来讨论 就说好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我怎么知道的 他说 管我的那个警察告诉我的呀 他也是一个八九六四以后 就一直被监控的人 但是监控时间长的 就变成朋友了 有时候呢 又跟他说话的时候 也就不是那么很那个什么的 就知道 我知道那个随家随家 哪天有多好人 然后就问我说 有没有打扰你们 就问我说没有 我说好像我还不知道 他们在那上 但事实上觉得 他们把你看得死的 所以我就说 精确精准监控到每一个 只要他想监控 你干什么他都知道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说要想完全靠内部很难 所以我自己觉得 首先就是外部 外部压力越大 内部饶重越多 它就会促使 它的中共内部本身 就会发生某种反应 如果你外部压力不大 日子还能混得下去 大家就说真一点 也能会折混了 如果实在地混不下去的时候 比方说 船要疼了 又不让你跳船 他现在不是把那个 干部和官员的那个 护照都搜到我们 就是要死大家一块死 大家都死在这条船上 好 船要疼了又不让你跳船 你又跑不出去 你是跟他一块陪葬吗 所以我那天在推上 我写了个推 我说中共把一个 江湖片子弄到中南海去 给中央政治局常委 你们去讲课 就是那个张梅雷吗 我讲课 我说那个在座的 二十五个政治局委员 你们今天跟着陪听 是不是下回就跟着陪葬了 就是说真正到船要 那个城的时候 那些人不想当陪葬匹 不想自己跟着船 一块儿跟他一块儿死的话 他就想自个儿救自己 救生啊 这个时候 他内部就有可能发生 某种变化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点 就是外力加力 促使内部变化 这是第一 第二 只有外力加力 内部才有可能 促使社会也发生变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内部压力越大 它内部的经济 它已经发生了很大 它是很脆弱的 它是经济期 那么社会民生越艰难 底下的毛子就减重 这就是社会就越容易 触发某种事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中共到庆百年的时候 本来说大庆应该是个好人 你看他核枪事弹 他就害怕这个社会 把这种问题弄得就是 草物接近了 为什么 他知道里面的很多压力 为什么 因此我们讲到外面 加压不能中断 前两天我跟台湾的 邻居生教授 一块儿做那个节目的时候 他们说你有什么建议 我说我希望就是加压 就是加压持续 我说这样促使内国发生变化 第二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一旦 外国加压 内国发生变化 而要使这个国家又一个往前走 就是不发生大的学生动荡 我希望的是中共内部的中高层的 看明白事情的人 能够摆脱共产党这张外壳 共产党这个组织 我认为它是不应该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摆脱 这个共产党代表 就跟叶毕欣啊 什么这些人一样的 你当不了戈尔巴小伙子 当得远欣也行吧 就是说你 就是说从这个中国共产党里面走出来 走出来 重新来成立自己的一个 就是说和社会公众 联合起来 形成新的政治力量 来商量我们这个国家 应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不是仅靠上面政变 如果说要靠上面政变 其实一个就在现在的 坚固你是不可能的 就是很难就到这一点 那么随时要有外面的加压 第二个 如果说它上面就是政变改了 你以为它就真能就是改变那个极权吗 如果上面政变了 就发明搞不好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新上来一个人 没习那么残暴 但是还可以把共产党的这极权专制 延续下去 你说那我们大家希望它延续呢 还是希望它改变呢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改变 而不是延续 对不对 哪怕它就缓和一点 我相信大家顶不希望 延续它的极权的统治 哪怕它就缓和一点的这种延续 我不希望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上下 大家共同合作 我是这么想的 好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